这胖小子我认识 你不那个小米人工作室的大宝子吗 那有啊 那那个 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大宝子来了 这位呢 就是我英俊潇洒 风流倜套 学富舞车 才高八斗 五官清秀 高大威猛的 内官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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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你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 哪一个能跟他爱上 不是 我问问你 你到底爱他啥呀 那你爱我啥啥呀 啊 啊这个啊 坐坐坐 自己摇一下 这也不到谁家了 那个 你家的黠哥知道我不让厌 是不你整瓶水 这个犯爷爷 哈哈哈不是你先等会你管我叫什么 他爷爷啊 啊小米人说你是他未婚夫 对啊 你管我叫爷爷 你咋不管我叫祖先呢 啊这这这 你不会排班啊小伙子 那个你能给倒点水 你等会你就别整个水了啊啊 你这油奶你整水你抠不受 这哈 这就是灰山仙博士鲜牛奶吗 对对对 哎呀 三点四克优质蛋白 口感醇香 我还没喝过你 你咋咋 那我先选一个了啊 不好意思了 你慢点 哎呀 好了好了那个那个哎 哎呀 你慢点 太好喝了一碗 小伙子 我问问你 你是干啥工作的 我这不是小比率工作室 哎呀我没工作 没工作你肚子吃的啥呀 哎 这这这 靠我爸 不是 你爸我认识啊 你爸不就在小区对门的竹料店里捏饺子吗 哎对对对对 后来上旁边的饺子馆捏饺子了 现在脚都不捏了 现在干啥呢 哎 现在主要俺家的经济来源就是靠 借 借 啊 那你跟别人借钱 你将来不得还呢 哎 还啥呀 我家那家产呢 那都是我爸辛辛苦苦 委屈求财 一分一分 凭本事借来的 凭啥活 啊 啊 不是我我没明白啊 啊 就是你爸欠那么多钱 啊 现在还敢出门吗 现在出不出门我不知道 晚上警察得走半年了 我那那你你你你爸先不在家 那你靠啥活着 我我我靠抢红包 下哪儿抢红包啊 亏心哪儿抢红包啊 哎 在那一 你把我家好友咱在你家群里去看看这事 我可不加我爸去抢 那啥 妈妈 小子 咱家户口本在那儿 干啥呀 那个 你给我找出来 我俩要登记一会儿 明天就下班了 登记 快快快 啥玩啊 你们俩要登记 这么大个事 你跟你爸商量了 还跟你妈商量了 哎 自己做主了 只要登记啊 你可真气死我了 大米烈 阿米烈 赶紧上 给我说 小米烈 太不像话了 你这大宝这 人 行 挺好的 中同意 说啥 你说啥 你俩说啥呢 啥玩意 都统一 这个人 没关系 我说啥 穿得不再好 几天 了 有 我说的是 你俩 咱俩 我说啥 今天 你俩 你俩 都不再好 拥了 你俩 你俩 那 我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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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本地狐狸 给我俩装雕呢 这张总什么身份的人啊 他不能他不能胡说呀 是不是啊 我听明白了 你们那个张总说的那个改天跟你说那个改名是一天 大伙告诉他是哪天 梦天会的某一天 哎呀 他会呢 这都 哎呀 大姐吧 那个 那个 你点菜了没有啊 我们点完了 顺便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 我们都点完了 点完了 我们两口子也点一份吧 对呀 哎呀 饿了 那不行了 咋了 没钱了 没钱了 没了 一分都没了 哎 我给了你 这么有劲 没了 没了 因为我们你看这都是有劲的人 哎呀 我的妈呀 你点的啥呀 点的啥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们先点了几个开胃小菜 澳洲鲍鱼 四只 等会儿 懵我呢 四只鲍鱼 你这么多人 点四只 那你不识数啊 不识数 一个人四只 我们几个人 四五二十五 我识不识数 太识数了你 那也不对啊 那钱也花不完呢 澳洲龙虾 四斤 四斤的龙虾 四斤的龙虾 什么的 哪找去啊 定制的 哎呀 不得 那还剩钱了 还螃蟹 八斤的螃蟹 八斤的螃蟹 几只啊 一只 这只螃蟹 那得多大个啊 这不是什么的 那啥蟹子那是 帝王蟹 大姐 我告诉你 我不是瞧不起你 帝王蟹 你见过帝王蟹 我还没见过帝王蟹 帝王蟹 我见太多了 就是有刺 完了爪伸得很长 帝王蟹 阿姨 哥 我爸都是在我那看图十字上看到的 我爸刚看到的时候 还没那些条大蜘蛛呢 弄馅了吧 快把钱还我 快把钱还我 不是 还什么钱 那钱真花了 点菜嘛 头一个就是我点的海鲜 我看他爸你点的啥呀 帝王蟹 帝王蟹 大家好 帝王蟹 尤其你怀着宝宝 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 好的 妈妈 先买先做 行了 行 妈 我知道了 那你走吧 再见 走啥走 刚来我再瞅瞅你还缺啥 回头我再给你 不是不是 妈妈妈妈 不缺了 就算是缺 回头这么方便 这先买都来得及 过日子哪能先上就先咋耳头眼啊 啥东西都得买齐去了 省得到时候憋手 行 妈 那我们那个该买啥就买啥 也不用你管了 那你赶紧走 赶紧管 妈来探探咱 这不是也是关心咱们 是 妈 我们两口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对呀 不用操心了 哎呦 是长大了 过去呀 你和妈妈爸爸大姐大姐夫在一块过 对 油瓶搞了不用你们服 对 现在不一样了 你们搬出来担过 两个小宝贝啊 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是 行 妈 凡考验可以改天再考不费的今儿考 是吧 好 行 那你先回去吧 那我回了啊 好嘞好嘞 好嘞吗 哎 那个 门窗一定锁好啊 哦 那个电池啊 那个插修啊 都检查一遍 知道 知道 注意安全 知道了 哎 回吧 哎 好了 我走了 哎 对了 门一定锁好 我知道 知道 记住了 哎 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好嘞 走 我的妈呀 你说我妈这心让她操的呀 我的天哪 我这耳朵都要长蒋子了 哎呀 当妈的嘛 可不都这样嘛 但是媳妇这是最后一次唠叨了 是的 再也没有人唠叨咱们了 来来来来来 二人事件 哎 开始浪漫 小土豆 还是驴子 怎么呢 咱爸过瘦 66岁大瘦 这么大的事你不早点告诉我啊 让我在妈面前出丑 你就故意的你 那我心思着 爸这么大的事你还能忘了我啊 我这么忙 我天天忙成什么样 我什么事我都记着呀我 你再忙那家里边的生日你能忘了我 那家里人生日就得都记着呀 啊 你快拉倒吧你 哎 我的生日几月几号 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咔我跪地 我给你磕个头 8月12号 行了 行了 闹什么呢 这是我大姐夫 我矿场给他磕个头 他也不干呢 那我倒不反对 没这个环节 没这个 起哄 非让我跟你磕头 我觉得大伙这建议还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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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点正事 大姐夫 哎 哎你看每次妈爸过生日的时候 咱俩都是意思意思 是吧 我就想问问 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啊 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 对吧 我记得前年吧 我是拿了五百 你当时咔 你来了五千 去年呢 我呢是一千 你咔 你就来了一万 你每次都是我的十倍 哎呀大姐夫啊 啊 其实这个事吧 我也是哎呀 整天夜不能寐啊 我也是很自责 怎么呢 你看咱俩吧都是女婿 哦 在这个家里边吧 我老这么压着你是吧 哎呀在这个问题上 我总是你的十倍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 我没有啊 我没不舒服 你是不是不好受 我好受啊 你孝敬爸妈 我有啥不好受的呀 那就是大姐不好受 你大姐也好受 他背后老夸你 说你能挣钱有本事 不是那你就说吧 你说你这回爸过66岁大寿 你两口子准备给多少 我是这么心思啊 这个我不是提值了吗 对吧 单位效益挺好 另外呢 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 又赶上爸呢是66大寿 我们两口子商量啊 拿6666 大姐夫你要拿多少 6666 不是我跟你说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俩就受不了了 不是你拿6666我得拿多少啊 那你还十倍吗 我肯定得十倍啊 拿6666 那我就是 我就是6666 我这个 妹夫啊 你这干啥呢 这这数钱呢 啊六万多我不得数一阵啊 你可别这么数 你这么数容易帕金森 大大大姐夫啊 我我跟你说点事啊 其实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 嗯 你看爸妈都了解 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 是吧 对 你们没有这个条件 但不要装 知道吗 啊 用不着6666 你看爸过寿 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 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 对对对 对不对 哎就算是你现在提值了有钱了 你给妞妞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买点学习用品 这不好吗 这话也倒是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哎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 好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儿谈笑风筝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这是不是又上吊了 小姨姨爷爷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啊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他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又得到了 对不对 小姨姨爷 啊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够三千啊 没有 我骗他的 小姨姨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食物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倩儿啊 我希望 你想通了就好 哎 经理啊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 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嗯 哎呀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停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断了 屁股上撞了一个大坑 漆都掉了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屁啥罚我三千张 不是 哎呀我说 小姨父爷爷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是说没事儿吗 咪咪呐 哈哈哈哈 哎呀 老板菜是不是 哎呀 人家小姨父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被为了劝你 是吧小姨父 现在梦想成真了 哈哈哈 真咋了 哎 小姨父爷爷 你别哭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给点音乐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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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吗 小姨父爷爷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时不易 饱食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得玩呀 哈哈哈 我现在生不如走 哈哈哈 你刚才就是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姨儿啊 二妹儿啊 你把那玩给我停了 哎 哈哈哈 我自从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去年罚了我五千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小姨父爷爷 你进步了呀 什么年代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哈哈哈 我怎么能整死你 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姨父 小姨父 你先别别激动也别上火 我想啊 你出事那个地方 他肯定会有摄像头啊 对不对 肯定能找到肇事者 对呀 二姑二姑二姑 你可拉倒吧 雨下那么大能看清楚吗 现在有的人你又不知道 撞了就跑 抓着都不承认 像我呢啊 撞了车敢不敢当 敢承认 啊 楼下 啊 你再从头给我说一遍 你你在哪装的车呀 阳光路路口 小姨父 那不是你们公司楼下吗 车什么颜色 快快快快 尾号五六七八 破案了 快 往哪跑 往哪跑 你就是肇事者 不是 咱好好说行不行 咱这亲戒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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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姨父别激动啊 你看这肇事者都已经抓着了是吧 咱坐下聊一聊 是公鸟呢还是私鸟 好 好了 你不坐过去 别激动 公鸟私鸟是不是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你 你相信吗 不信 我说那个男主人公是她 你相信吗 更不信了 如果我说 那个女员公是赵铁丹 你相信吗 啊 如果我说那个忠厚 善良老实的大爷 是你大姐夫 你相信吗 信 大姐夫 当你说到大爷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了 谢谢你对你大姐夫的认可 二米二 哎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今天前顺风 回光返照 他确实没说一句假话 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今天确实是赵铁丹过生日 他给赵铁丹买了个蛋糕 你相信他好吗 真的呀 二米粒 你不相信他 你还不相信你大姐夫吗 相信 秦日芬 哎 你说你也是 这好事你就直接跟我说呗 撒什么谎 我没撒谎啊 我做的都是真的 你不信呐 黄家 你为什么不跟你二姑说呀你啊 对啊 王好健怎么回事 我二姑说了 谁问都不能说 我告诉你秦小芬 你下回不能找这种猪一样的队友 听见呗 二姐 哎 二姐 前总 你也在 赵铁丹 对 你不是出门了吗 不是我这是 取消了哈 二姐不好 我来找二姐汇报工作 虽然活有点多 但是二姐放心 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全完成了 前总 您检查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再回去加班重新改 哎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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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你怎么不跟二姐说呢 这多亏有你二姐夫了 这样我和你二姐夫 代表咱们公司的全体员工 祝你生日快乐 单单啊 我代表物业全体人员 祝你生日快乐 单单啊 我代表物业家属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代表咖啥男爹 祝你生日快乐 抽了抽了 谢谢大家 我为何而努力工作呢 太难了 祝你生日快乐 把筛子 你还挺会逗的你 小米粒 唐氏你什么关系 他呀 我俩是发起二 对 发小 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我们俩从小吧 萌 一下就长大了 哦 我明白了 青梅竹马 对 青梅竹马 两 两什么 两肋叉刀 对 青梅竹 两肋叉刀 咋还该须跟你上去了呢 行了 你别在这捣乱了 我们要上课了 对 你们上你们课 我给你们记点啊 45分钟一节课 小米粒 你大字字歌 好热情 你的 哎呀 他就那样见谁都自来手 小米粒 我今天找你来 有一个问题想问明白 你问吧 什么问题 今天你跟我说你要减肥 对吗 要少吃饭 能吃多少吃多少 可昨天你请我吃饭 又对我说 把啥呀 能吃多少吃多少 我是吃多还是吃少呢 你犯病了你啊 笑啥呀 这个我给你解释这个 这回事 他减肥 告诉你能吃多少吃多少 吃少吃 他请你吃饭 告诉你啥呢 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多吃 明白没 明白 明白 我们中国的汉语 博大精神 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 比如呢 小米粒和我约会 谁跟你约会啊 我说的是比误啊 小米粒给我打电话 喂 小倩啊 你要找到呢 你就等着吧 要是我找到呢 你就等着吧 女性不一样 意思就不一样 明白没 我糊涂了 是不是很吗 这么跟你说吧 你别说了 你别在这打扰我们上课 他说的很对 你知识很多 我以后要想你多学习 你别向我学习 要向小米粒老师好好学习啊 谢谢你 小米粒 你大自资格很有耐心 他那是招人烦 别理他 那个 现在咱们开始正式上课了啊 你刚才不是问我吃多少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给你解释啊 一个呢 是强调吃 这个动词 所以吃呢 就是让你多吃的意思 所以这么说 像吃多少 吃多少 那一个呢 是强调少 这个形容词 那就是让你少吃 限制量的意思 所以说起来呢 就是能吃多少 吃多少 老师讲的太好了 赶紧吃苦茶 不一会别人了 来 喝茶 平儿 能喝多少喝多少 你猜 我可以让你多喝 还是少喝的 你这样那么讨厌吗 小米莲他太可爱了 你真幽默 大给这二大给他 怎么了嘛 婚姻自由 人家同意 你不信咱问问 小米莲 你愿意嫁给他吗 我愿意 你看看 我告诉你 我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你醒了 小米莲 听好了 婚姻自由 我懂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有保留意见的权利 你跟我说 他不是我男朋友 他就是跟我一块 演话剧的男演员 别说瞎话了 行不行啊 你那结婚照都照了 你还说什么呀 哎呀 你是不是傻呀 那道具假的 你看你看啊 你们仔细看 有婚纱照是喷绘的吗 他 妈 这是喷绘的 有喷绘 那这银行卡也是道具啊 假的 你说你这么干 干什么呀你 不是你这孩子 搞恶作剧呢你呀 我那不是 一时生气 编个瞎话 编完瞎话 骑虎难下了吗 妈 你别生气啊 对不起啊 大姐夫 好 你也别生气了啊 气死我了你 大姐走 别说说话 你看你 七大双身啊 你还得好好保养身体呢 你也有大事干呢 啥大事呢 往后保养身体活到150 小米烨 笑什么笑 你都快气死我了你 你又生啥气了 这卡坐得也太真了 小米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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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回来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俺家那个彪子 王小千啊 也不是死哪 弄上银行卡 就上那个提款机上 是叉啦叭啦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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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啊 银行当时是精神兵就报了案了 公安局来了 他说是 小米利尔给的卡 要冷心作争 要不作争 就送医院 要马上的 放心吧